欢迎收看老豹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故事的故事中的第二个故事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王国 那儿的国王荒银无度 整日沉迷于美色 这天国王在回城堡的路上 听到了一阵美妙的歌声 国王寻声而去 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如此清澈动人的嗓音 国王想当然地认为 对方一定是个美丽的少女 却不知 原来唱歌的 就是一个老妇人 老妇人和自己的妹妹 生活在一个破败的小屋里 平时两人很少出门 所以几乎没人知道 他们真实的样貌 于是马上派人送来了珠宝 来亲自上门求爱 贫穷的老姐妹 面对这样的攻势 哪里招架得住 妹妹认为 他们应该对国王说明真相 但姐姐却认为 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 她和国王约定 让她一周后再来 到时候自己会让国王 看一根手指 一周后 老妹妹把自己 精心呵护的手指 伸出了门外 看着这根娇嫩的手指 国王心仰难耐 她邀请少女去往宫实行 姐姐答应了 但她提出要求 宫殿里不能有一次光亮 为了成功实行 姐姐让妹妹用胶水 把自己皮肤的褶皱 全部拧起来 然后趁着天黑 爬上了国王的床 但是中秋发不出火 在看到姐姐苍老的面容后 国王大惊失色 立刻让士兵 把姐姐丢出了床外 好在姐姐命大 被挂在了树枝上 一个路过的乌婆 用自己的奶救了姐姐 喝下奶后 姐姐的身体重回年轻 变成了绝世大美人 怪出打猎的国王 在看见姐姐的芳容后 立刻将她带回皇宫 认为王后 虽然当上了王后 但姐姐并没有忘记 自己的老妹妹 她为妹妹 送去了锦衣华服 还把她接进宫里 参加了宴会 她让妹妹保守秘密 绝不能和自己住在一起 以免国王发现端倪 但妹妹害怕孤独 她也想跟姐姐一样 变得年轻 于是她不停地 缠着姐姐 询问秘诀 姐姐被问完了 随口说 自己是剥了一层皮后 才变年轻的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妹妹把姐姐的话当了真 她找到屠夫 用全身的珠宝 作为报酬 请求她帮自己 剥一层皮 最后 妹妹终于如愿以偿了 但等待她的 却只有死亡 另一边 年轻的姐姐 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 时间一到 她的身体就开始迅速老化 为了不被人发现 她只能一个人 灰溜溜地逃出了城堡 等待她的 不仅是贫穷和拽老 还有漫长的孤独 这个故事 改变自童话集 《古日谈》 比起少女童话 她显得更为成人 也更为暗黑 她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所谓的奇遇 其实都是有代价的 与其 我们寄望于哪些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不如认清自己 做好眼前事 以上就是这期 老跑电影 爱给您的内容 老跑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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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